歧视罪府王,单车顺帝139线又出事,民众恐慌要求入计。 培起彰化南至南投的139线道,因为景色优美被车友誉为汽车顺帝, 但近来却接连发生树起伤亡事件,让当地民众几名无人心惶惶, 流传是不是农历7月抓交替,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办理入计,安抚民心。 13线道7月底发生,交道高财生骑单车被撞身亡的惨案, 发热出发生火烧车教室事件,9月4号有名青年骑机车撞上乡行车于露宿,身受重伤。 9月6号上午10点多又发现一起死亡车祸。 这礼拜一天有人听着说差不多三个车。 这股奇事直到今天早上,采因来谷原工作的民众看到机车,觉得奇怪寻找,大体才被发现。 机车骑士为20岁一颗大生,最新男子,而公园下网站化时形势,情境被入断时摔了对象三个。 摩托车距离路面大概有四楼高啦,那人员距离路面大概是两楼高的位置。 附近民众表示,一山有陷道经常发生车祸。 警方表示将加强取缔,避免害事再发生。 多谢文,中华报道。